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整个亚洲股市也都跌 因为主要还是受到欧美股市 昨天晚上下跌的干扰 那目前全世界大家都在担心 希腊到底会不会脱离欧元区 希腊到底会不会违约 在债军的部分 我想这个答案 时间会越来越明确了 可是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想整个市场 还是会笼罩在这一股 不定数的一个环境里面 昨天道琼跌107 德国跌了211 大家都在担心 希腊违约风行的升高 连油价都受到影响 当然美国是比较抗跌 因为毕竟美国不在正央 目前正央当然还是在欧洲 美国算是外围的 那美国本身来说 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今天礼拜二开始 会召开连续两天的FED利率会议 那这个会议的重点 大家都在关注美国什么时候会升息 现在6月份嘛 对不对 最快也要9月份 那9月份会不会升息 还是在递延到12月 甚至于像最近国际货币基金 跟世界银行都一直建议美国 不要在这个时候升 因为现在已经够乱了 建议美国把升息时间 至少延到明年以后 至少明年以后再来升息 那到底美国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 美国会不会采纳接受 我想这一切的答案也都会在 从今天礼拜二跟明天礼拜三 连续两天的会议 那明天的会议结束时间 是在我们半夜两点的时候 所以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FED它会对外来报告 整个会议的内容 包含大家所关心的升息时间表 那如果有比较好的预期 我相信对于美国股市 会有一些激励的动作出来 那美国股市只要一倍激励 那么相对的对全球也会有影响 也会影响 所以连续两天的利率会议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时间点你要特别注意 那今天亚洲股市受到 欧美股市昨天下跌的影响 今天亚洲全部都跌 这里面包含南韩 日本 新加坡 大概都跌了0.6% 0.7%左右 那跌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大陆 我们来看今天香港跌了295点 大概1.1% 大陆今天跌了3.4% 盛俊那股也跌了3.6% 哇 一天跌3%多 好严重喔 好恐怖喔 昨天跌2% 今天又跌3% 感觉起来大陆股市好恐怖 跌得那么多 可是连续两天我是比较过给你看 连续两天我是比较过给你看的 台北股市已经破了3月份的低点 严重超跌 细乎已经接近来挑战今年的低点了 对不对 这是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们已经落这点了 你看大陆股市从3月起涨还涨92% 以今年的低点起涨涨了123% 大陆股市涨了这么多连续两天跌个5% 小case啊 对不对 小case啊 如果5%对我们来讲那就很夸张 那就很大 可是以大陆一年涨了 半年的时间就涨了123% 这个修正了5%而已 一点点 更何况你说以最近这一个半月就好 我们从万点下来六八百点 在这个过程里面 人家大陆股市涨了45% 我们六八百点 人家又逆股去45% 所以大陆目前来讲 它已经制成一格了 它已经制成一格了 它不见得会受到国际股市的干扰 影响干扰难免还是会有 可是它们有自己的路在走 不见得会跟国际同步 所以大陆股市涨涨两天跌5% 你也不要太在意它 不要太在意它 台北股市这段期间 我们最主要是因为自己内部的问题 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融资大受深 一个政策导致于融资大受深 两百六十几亿 昨天融资又减四亿 整体来说融资减少已经将近270亿了 这270亿的融资减幅相当于 已经回到加权指数 2013年的12月18号 已经低于这个融资水位了 2013年就102年的12月18号 融资水位是1920嘛 对吧 最新的融资水位 最新的已经1800大概1890了 已经跌到1890所以已经破这个点了 现在指数还在9200啊 指数还在9200融资已经破到8300 代表台北股市其实早就已经严重超跌 可是严重超跌并不代表说马上就会上来 因为目前整个国际大环境 还是属于比较让人家担心的 所以台北股市主抵难免 好的一点是 你看连三两天 连续两天其实都是相同情况 今天跌46点 量700多亿 昨天跌42点 又是700多亿 相同情况都是融资断头之后 市场在观望 送完后不会那么积极啦 断头完之后马上再进场 尤其在希腊四况没明朗之前 我想散户你家现在马上进场 也不可能啦 也不可能 所以无量情况之下 让台北股市要往上推 会来得比较辛苦一些 会来得比较辛苦一些 可是 以我自己自创的计量图 你看喔 记不记得 我前日跟大家谈 今年大量在9630 9615跟9580 5月份台北股市 是不是一直在守这个点 5月份台北股市 是不是一直在守这个点 5月份台北股市 是不是一直在守这个点 9580 在修这个点 有没有 一直在守这个点 等这个点破了之后 才整个击杀下去的 所以量的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原本今年大量9580跟9615 那现在一破下来之后 回测到去年的大量 今年的次量9185 你看今年的次量9185 今天低点多少 是不是9177 第一个低点9194 9177是不是上来了 上礼拜的低点9191 是不是正好就在去年的 去年的低点区域 所以以计量图的角度 这是一个最准确的分析 因为它是在看最实际的买卖情况 去年的大量 9195跟9135 今年的次量9185 所以这里是关键的底部区 只要是你能够守得住 在这里阻底 那当整个国际思考一稳定之后 台北股市还是具备反攻的机会 还是具备反攻的机会 但重点还是在选股 还是在看选股 在选股上你不要去乱买 尤其当大盘无量的时候 你的选股一定要更小心更谨慎 你一定要选基本面够的 基本面才是你真正的靠山 否则你看这一波 大盘板点落的 融资大寿生 很多股票都放下去 很多股票都崩跌下去 我有基本面强的股票 才能够撑得住 这个就如同我一直所说的 我们锁定的股票赚钱的密码 锁定高获利低本一笔底部的股票 这种股票 党党不但是安全 还能够大赚 你看这段时间以来 大盘从万点下来八百点 我在节目里面每天讲的股票 不管是红海 或者是红准或者台郡 甚至于滔地神达 是不是党党都逆市长 有没有 他们条件都是一样东西 高获利低本一笔底部 对 甚至于连生计股 你看最近全世界的话题 除了希腊的问题以外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南韩的MERS 南韩的MERS已经严重到失控的地步了 上礼拜死亡病例还只有五个 你知道今天下午最新的数据 死亡人数已经来到19个 比上礼拜增加超过了两倍 已经19个了 同时病例已经有来到154例了 已经几乎超过我们SARS 那个时候的状况了 那照理讲MERS那么严重已经失控了 我看南韩政府也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那照理讲 生计股应该是要受贿啊 对不对 可是你看生计股 南韩MERS恶化 生计股反而自顾不暇 完全看不到有受贿的情况 还跌3% 对不对 里面只有F-Kong-U是撑住的 所以F-Kong-U撑住的 其他完全都没有受贿到 那F-Kong-U为什么 你看今天大盘跌46点 最多跌81点 一样F-Kong-U撑住啊 今天就是不跌啊 对今天就不跌啊 那为什么它不跌呢 因为它基本面最强啊 今年价钱13块 13.92 而且是完全靠本业的 但不受影响嘛 对不对 否则你看其他生计股 其他生计股 自己都顾不了了 跌4% 跌5% 跌5% 跌3% 跌6% 跌4% 你随便看来 你看喔 我把生计股挤挡 其实都差不多啦 美食是不是崩叠下来 有没有 对美食是不是崩叠下来 对强身是崩叠一路崩叠包含4123 这都对不对 陈德大家也崩叠 3176 鸠津是什么崩叠的 4130 跌亚是什么崩叠 by 4174 浩顶也是崩叠的 都一樣 都差不多ства4180 每一档生计股都崩盘 4152是什么崩叠 每一档都一样 怀特连低中价位的怀特也是崩盘 怀特中价位也崩盘 几乎都一样 所有生技股这次大沙盘 4162 至秦 甚至于中化 最老牌的中化也是崩叠 中天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数给你看 只有康有 大盘万点下来康有逆势上去 22% 这个时间点几乎 跟其他生技股跟大盘颠倒走 你看生技股我讲了很久了 我说我只做一档 我只做一档最赚钱的生技股 我已经说两个了 生技股我只做一档最赚钱的生技股 就是F康有 你看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能够经得起考验就是这样子 大盘 六八百点 其他生技股全部崩盘 唯独F康有逆势涨 还22% 还22% 卖公追 你只要愿意跟着做 你只要愿意跟着做 10% 15% 随便买随便赚 随便买随便赚 只怕你不敢买而已 只怕你不敢买而已 你不要看他本比才12倍 他现在在扩充六条生产线 等六条生产线扩充完毕之后 明年产能会倍增 搞不好每年一股是20块起跳 EPS是20块钱起跳的 所以难怪人家不会下来 最赚钱的公司 最赚钱的公司 本比还这么低 难怪大盘跌 他一样能够逆市涨 所以说大盘归大盘 选股才是更重要的一环 你能够选到好股票 强势股 自然而然你不见得会受影响 你还是可以赚钱 高获利低本一笔底部的股票 你还是一样 在大盘下跌之中 可以逆市大赚 你看红海也是 大盘间沙盘 红海还是很强 收盘还是涨八毛钱 红海对我们开始讲了 从我们85块钱开始讲之后 有漏气吗 没漏气 从我们85块钱开始讲之后 你只要愿意买 你只要敢买 我相信红海你都赚钱 红海你都赚钱 我对85块开始讲之后 除非你自己要去追农99块钱 我就没法赌 可是也还好 因为现在股价在95 也要差三四块 大盘这边崩下八百点 红海已经算了不起了 红海已经算了不起了 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 指标股换人做 你看这段时间 台积电 155下到137 外资卖了532亿 反而相同时间 从3月19 外资大买红海410亿 逆市上去 这个打下来 这个刀去 外资大卖台积电 大买红海 是不是很清楚的 这个五轨搬运 把台积电的钱搬到红海去了 是不是很明显 有没有 在相同时间里面 一个杀下来 一个逆市上去 一个外资大卖 一个外资大买 很明显 这个过程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嘛 这个过程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嘛 你们是不是一一印证给你看了 红海里有败的 大半万点都要 没差嘛 没差嘛 一样还是赚嘛 是不是 所以旋骨才是重点 你不要被指数给吓到 被指数吓到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不敢买 或者乱买 更麻烦 乱买更麻烦 一定要依照这样的旋骨逻辑 不然最简单的方法 让你的厌带着你做 让你的厌带着你做 你看大家 都很强的啊 神准 今天叠三块 跟大盘比较起来 也是强啦 神准 红准 我8889 刚才讲完之后 标到114 大盘跌了800点 它标到114 在114的时候 我也提醒你啦 指标在高档 不要堆啊 不要堆啊 你看他讲完之后 114跟103 什么差10块钱啊 有提醒你吗 有没有提醒你 是不是差了10块钱啊 是不是差了10块钱啊 可是还是很强啦 你看大盘这边万点落的 一堂 逆四处起 28% 随便赚个15% 20% 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 红准 短线上虽然要整理 可是长线还是看好 你要做 你带我做 你跟我买 自己不要乱买 今年是拒 具备转机的 今年具备转机的 你看连三大法人 也都一直在加码 一直在加码 今年是拒转机的 今年至少8到10块钱 是7年来最好的一年 可是股价竟然是 雷曼事件前的 四分之一 当时在400多 现在竟然剩下年 只有100块钱而已 获利创7年来最好 股价在底部 这个股票 当期先看好啦 当期先看好 可是你要 自己不要去乱买 让你带着你买 等机会点到 再来出手 避免你一买之后 被他先困个 10天半个月 当你没信心的时候 你就赚不到钱啦 对不对 台郡也是啊 你看大半的膨胀下去 台郡你撕起来 二十四% 二十四% 台郡今年也是转机啊 台郡今年也是转机 你看今年的营收 今年的营收 每个月 都比去年成长快一倍 是不是转机 今年是大爆发的一年 去年第一季0.92 今年第一季就3.2了 一季大幅成长2% 2.56倍 目前还在淡季喔 淡季就已经大爆发了 去年六块一季 今年至少12块以上 最旧 因为第一季是淡季 淡季就3.2 今年最起码12块 搞不好15块都有可能 那本一笔才多少 10倍不到啊 才10倍不到啊 难怪他会那么强 今天台郡有压下来 几块钱可以买 几块可以买 让人家带你坐 大家不要买堆 神达也是啊 今天大盘跌也是很强的啊 落一格金而已 大盘跌这么多 它还跌一毛 代表什么 代表它传达一个讯息就是 不愿拔 不愿意跌 所以大盘跌了七十几 它才跌一毛钱而已 今年也是转机 连续三个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而且年增50% 你看大盘来 是不是历史标了43% 这样有强吗 神达 我从22块钱开始讲的 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长也讲跌也讲 你们都看在眼里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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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你保证你贪钱 有买保证你一定是赚钱的 因为大盘跌了八百点 它飙了43% 这中间你要赚个20% 赚个30% 甚至你赚个40% 都有可能啊 都有可能啊 外资也是一直在加嘛 现在公司派说六月份 六月六月 还是有可能会再创历史新高 那是不是转机 转机没有错嘛 对不对 这些选股的条件 这些选股的逻辑 是不是完全都符合 是不是完全都符合 我们选股的条件 高获利低本益笔底部 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安全都会大起 是不是都一样 股票也是啊 今天大盘跌也是起一颗啊 也很强的啊 我说股票每个人都很强的 好不好 大盘跌它起42% 股票二胎化 二胎化不用讲长期一定是倍增嘛 本益笔才十倍而已 难怪下不来嘛 但是你大盘跌 人家也是没脑子 有没有 这些都是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的 也是我们会员在操作的 当然股票不用多 这次很多融资断头之后 当你重新再出发 避免犯以前的错误 欺败败 股票每个一大堆 没有那个必要 真的好的股票一支就够了 百元热草专做中高价股 一星期只做一支 礼拜有清仓下周重来 周周结算简单不乱 你看我们推出之后 5月份 第二周6% 第三周6% 第四周3% 你看五月份 大半路500点 百元热草周周获利 6月份融资断头100多亿 F康有7% 第二次F康有3% 这样做更不辣 这样更不辣 大半这两个多艰辛 这样做更不辣 是不是 所以操作越简单越好 万点特勤队 中低价股 一个礼拜一当 周五前出清 下周重来 周周结算简单不乱 你看我们上周五个股票都没掉 这两天整个国际股市当掉下来 你会不会怕 你就不会怕 因为上周五个股票没掉 蹲下来 我们再找机会再减便宜 或再重新进场 每个礼拜都是新的开始 每个礼拜都是新的出发 这样做就对了嘛 不要让自己做得越来越复杂 这礼拜六是端午节 你操作不顺利的 我们今天推出端午节的活动 当融资大断头之后 如果你想要重新开始 林和宴强力救援 久久情义相挺 什么叫久久 九十九有什么意思 这个绝对让你很轻松 绝对让你很轻松 因为情义相挺 为了救你 为了帮你 想了解的 广告众服电话 打电话进来问一下 想要重新再出发的 让林和宴 情义相挺 全力的帮你 今天我们的广告 休息一下就马上回来 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 无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源头部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 无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源头部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 无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轻松致富简单幸福 来自理财周刊 现在订购一年52期只要8188 加赠8期加量不加价 详情请洽订购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或上李州网站查询 水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费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你所得70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欢迎回到现场 这礼拜的端午节 以中国人的习俗跟说法 这种大节日 本身它是一个转折 是一个改变 节前跟节后 会有不同的状况 只要你会掌握 不管是行情的部分 或者是你的人生 节前节后 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重新的出发 之前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不管你赔多少或者怎么样 让它重新过去 让新的开始 从端午节过后 我们重新再来 其实我们开始退出 端午节的活动 是纯粹是为了帮你 当融资大断头后 如果你想要重新再开始 寻求新的资源 让零的宴带你重新再出发 纯粹是为了帮你 纯粹是为了帮你 能够让你付得轻松 重新再开始 再开始不要再做那么复杂了 一星期一支股票就好 拜五出条 下周重来 周周结算 简单不乱 不要做你一星期五%就好 一个礼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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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五%一个月加起来就多少了 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 总比你股票什么都舍不得卖 股票换买就不甘买 扑得翻漏漏 报到最后 赔得惨兮兮 我们不要再这样做 周周五% 每个礼拜五出调 下周重来 周周结算 简单不乱 纯粹为了帮你 今天开始 今天开始正式推出 端午节的活动 强力救援 久久 情义相挺 大家进来问看看 到底多轻松 广告众服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一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论员头部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系买动 选择轮员 让您财富轮员 服务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员头部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系买动 选择轮员 让您财富轮员 服务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周判与赢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理财周刊 加一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 特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